這個許應葵,跟許應葵在一起的許應葵 許應葵有一個,我看完會再喝一杯 那些不會冷的 許應葵剛才有介紹過 一就是他本身有一個試卷在那裡 大家看到的珍跡,他是我們家族的神童 十七歲考到俊士,不是,舉人十八歲考到俊士 而且他是平報清雲,官運亨通 總共在北京做了五十年的經官 六部都做過了 而且一直他很大段的時間 都是跟這個科舉是直接有關係的 無論他是做過甘肅學政 這個福建鄉市的主考官 或者他是做兩屆的會事副總裁 以及做過博子監製酒 禮部尚書 這些全部都是跟科舉、教育這方面有關的 而且他基本上是跟幾個 一個是跟公親王逸慶 以及大學士李鴻祖很老友 因為這個原因他很受他們賞識 因此之故就是一路這樣賞 就是做過公部尚書 做過禮部尚書 做過總理國國事務 河門大臣 後來敏捷總督 敏捷總督那個是後期的事 是在維新變法之後的事情 他本身就一個人比較 因為沒有跟許應榮一樣 一直在地方做官 一直都是做經官 經官永遠都是天子 天子朝上又威債了 全部人都要巴結 全部人都要巴結他 變成跟許應榮兩個人有 即是視徒也好 或是做事的方式 都有很大的出入 他跟香港最大的關聯 就是因為他在1898年 當時他擔任禮部尚書 兼另外一個位置 就是總理國國事務河門大臣的時候 他就是跟李鴻章一起負責 跟英國政府談判租借九龍的隔壇街以北 一路至新的 一個東振河以南 以及周邊的二百多個島嶼 對英國99年 現在有些學者說 一個簽署的一個 就是 租約剪托戒戟專條 裡面就寫得很清楚 這個當然在我們今次的展覽裡面 是有剪出來的 就是寫得很清楚 就是 抱歉 我要先查一查 是寫得很清楚 就是那個所租借的地方 是不包括九龍城寨在裡面的 九龍城寨仍然是中國人的領土來的 那這裏可能等蘇老師可以解釋一下 那個時候 先講 AMY 亭掀 他一個新的神童 17歲的是舉人 18歲嘴的是這裏 先講這樣的話 先講這樣說什麼叫舉人 我們成了現在的東方公司 我和Danny是老師 我讀完東方公司第一項 下一個事就去到縣城 下一個事合格就叫受財 然後第二年我們受財整班受財 就去到省城 下一個事叫舉人 廣東省的廣東省 不止江沙至江沙居人 這就是各省的各省 到第三年各省的各省就去到北京城 北京就下一個叫縣市合格就叫共事 跟著這班共事有各省的名字 下一個叫電子 下一個電子 這就是這樣下一個分開三格 第一格的第一格就是第一 第二名第三名就是一格 四到以後一段的階階不同的 那叫二格 跟著三格 三格不入 對不起你們肥了 這意思 每一次都有一個主校官 這個叫學證 剛才你講的 有很多不同地方學證 學證又是說是由朝廷直接任命 任命去 任命去 你去到這個紫光棚 這個人一定不是紫光人 為什麼怕作弊 怕你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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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做學證 學證做三年而已 新年之後就要去散立 所以做學證 就講了現在我們叫做當地的駕師 處教 就算是有一個分 就是這個 另外就做駕駛 所以這個當時的主角 那個說句很重要 所以你可以解釋一下 那個所謂可圈可點那個 那如果因為十七歲做駕駛 你就是說 科舉每三年一次 你今年考了獸彩 下年就考準 考舉人 然後就考準 假如肥了 又等三年 就待他千萬不要相信 那些作業不要二十多歲 因為選擇作業才四十多 但他現在有一個例子 為什麼 因為他18歲考到很盡頭 那當時考了一個科具 這個 這個 他是一個真正的 真正的 製作就是很漂亮 那電告是小的 當時也有一個叫對策 皇帝術科 就是一個人 你一人被弄 你一人被弄 那樣叫做對策 那麼你心想要什麼對策 就是自己去對策 好 經過一次 你一定是不可以有採持,有採持就有分 為什麼呢?沒有同學的時候,不改的,有些人不來的 一改成這樣就有什麼就全數了 另外呢,每個事件都有八個監獄去看過 他們就這樣,圈啊,點啊,動啊,三個啊,counter 如果全部都是圈的,那就不用這樣一夾了 那你會不會有暈啊?我,那會怎樣啊? 現在,一年都已經三個,所以我只能三個,三個,第五年 但是十八歲了,都幾年了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因為呢,盜獄了,作為,八個監獄 不過,八個的,看卷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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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看出來,那跟著就給黃鏡看,看這個 我非常之難,弱判,無人,看到嗎? 那現在第三個,我們已經看到了,那我們已經看到了 那,我們已經看到了,那,剛才就說了,我們都是三個 其實是誰,誰,誰,自己誰,這個出生的人 這個出生的人都這樣,所以才做到的,不是可以 即是獨存啊,所有那些,所謂出化的東西,那些很容易的 所以現在為什麼呢?我們給你們時間看,再看一看 這些,因為這些,全是明明的立案 在前面的影響啊,今天我們可以隨便,隨便,帶一個 拍攝一下,全是明明的,他拿出來,帶一個白紙物去看 所以,今天這些是很難得的影響,真是很難得的 所以我們就拍張照片,好嗎? 那我認為呢,因為這叫什麼意思呢? 那你的市府下方,即是現在是不是外交部 外交部下方,那我當時都會說,就是外交部下方 即是跟這個,我們說的,這個新界的租借 就是一個很大的關係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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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因為英國呢 我這樣講,拿到黃九龍之後,接他作詞 於是他不是新界,新界,於是他一直有很多師傅的願望 當時,為何有新界出現呢? 當時,國師,我當年在那裡算大了 德國跟我們去山東 德國那山東之後,他的好處就是有星星度的力量 因為他想德國極速的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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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速的力量 那我都說了一個少許管道,這個台灣等等 而這個英國人說不好呢?我說怎樣? 我以前就說,為了港長,英國人在香港,於是他要求終謝新界 終謝,終謝這個就是香港人,深入港人,家人一二百 一百年萬二百多個港長,叫做終謝 終謝幾乎,因為當時的國際關係,最多八百年 於是,於是一八九八年,就是九九,輸入了這個 於是一八九八年,所以我自己生涯,數了九九年 就是整個九十年,就是這樣來了,就是這樣解釋 我想我們見到那個有一個的親人,就是見到,叫做英國的親 於是我們都不知道,原來除了我們不張之外,就還有他英國 當然了,作為他,我是一個外國人,有人說你不張華國,你現在說你不張,知不知道要簽嗎? 我說不到說說你會簽嗎? 最多一個人,一人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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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其實這也不是 其實這也不是,早在香港賭亡的時候,當時他已經是財政的 他已經是財政的,第一國的被黃帝抄丫,處死了 已經那一段就是被黃帝抄丫,處死了,已經被黃帝抄丫 或者是正義將軍,抄丫字,多謝黃帝,很多黃帝抄丫他的兄弟,歷三年,你搞定要收到市,歷三年之後,處死了大國之後,都沒得玩,你都很小了,你也算了,那時候是這樣的嘛 所以下次我們去風沖抄丫都怕,我才是正義將軍,抄丫,那幾個字就可以了 那當時,其實李黃章,我或者黑英文,那些人不想知這個,但是不知不得,於是我就說,九龍城寨,是中國領土,中國領土,那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又不可以租借,但是當時,因爲英國的歷史,抄丫國,現在名字叫麥多禄,抄丫就說不同意,即是說,你要拿起來 但是你不想說,如果你一定拿九龍城寨,我就不知道,於是爲了要加快,拿了這個,這個,實所謂的新格的地方 於是,朗陸就,就答應小達家做一條尾,一條尾,那就說,九龍城寨,九龍城寨,中國的官民仍然可以在九龍城寨填走,行洗便利,但是,不得以防好為香港武力,有多防備 即是說,你這些清朝的官兵在九龍城裏面,可以任何方向走,但是,不可以走到渦,爲什麽? 爲什麽?已經是黃津潔沿海上去,因爲什麽整個世界都已經是英國的地方,中國不可以在英國的地方走去,就一定是坐船 所以是黃津潔這樣來的,那就加一條尾,因爲什麽都,這個,拿了這個的新格的機構, 我覺得很急,他是1998年的六月教育師,到1998年的七月四分,才開始去做這個接收新格 1998年的3月10日,當時就派到一個警察總監,迴行來,現在我們的香港迴道,迴道,他去到這個大埔就接收, 當時他的村民打到散散了,因爲什麽他就派到,當時沒有派到,他就去到走路,走到這個船馬尼灣就打電過,那時是用手機,打電過給那家市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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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那家市駒,同學就把兵進去到這個大埔,當時,除了兵進去到這個大埔,當時,除了兵進去到那個船,這個船就是叫庫伐,庫伐也算是叫庫伐,庫伐也算是叫庫伐,庫伐也算是叫庫伐,所以現在我們的船 隨便去到那個船,庫伐也算是叫庫伐,有一個船有一個 其他,是有一個街頭叫庫伐的士哈,令所叫庫伐也算是叫庫伐,當時就說家市駒,這個人現在叫家市駒,暗匯,暗匯暗匯,這個人是做了香港廣東人,暗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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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真的佔了這個新界 接著就在這個大埔 沿著現在五個小路 剛才南北鄉後打這個 接著最後洪山佔了這個整個新界地區 好了 接了三個月之後 接著這個人覺得不夠 於是就渡過 深入地打他 現在不夠布吉 但是打布吉的一 中國人不肯 因為不肯到第二件事 但是判斷水源的補救 是很圓很難 於是他就被逼 退兵 再回去就用了一個很粗糟的 叫法賴閘 他說我去到深圳 給你九龍城的青兵打敗我 因為是藉口令 因為剛才說了九龍城那個 那個人就說 中國守軍不能夠和防衛 那個力有所防備 他說你這群青兵就去深圳打我 於是我就趕走在九龍城裡面那些青兵 青兵 這樣說了之後 但是就算我們承認這個藥是對的 這樣也不是 反正這個精神 這個人不可以進去 我們中青兵就變成目標進去 香港怎麼安 你兩個老闆都不出聲 我就不可以進去 以前怎樣 就三五分鐘就這樣來 所以九龍城寨就跟這個很認爲 跟我們這個就這樣有關係 九龍城寨一直到達一個八個六年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因為裡面沒有人管 不用全部交響 所以我剛才就見到神宅那裡 就上了一張圍 就見到很多 現在我們當時見到九龍城寨那些 那些人就在當時九龍城寨那些地上 你上來就沒有打樁 那因為你氣越高於是 我就因為怕那樣 你騙我騙你 所以你們依央樓 我都說是雙二文靈的嘛 建的時候你又建了很多 在那裡拉 他就拉 他就說是一線線 整個九龍城寨很黑的很高 剛剛那些人就回到岸門那地方 是最高的 就是現在我們在岸門那裡 那那地方叫什麼 魔力圖園 魔力圖園有時候九龍城寨十幾天都去掛 上去那裡 歷史 歷史 那我都說 我們當時中英審判就覺得 應該要知道這個城寨 那怎麼辦呢 那時候就一定刷 不好啊 那刷之後 到底怎樣去做這件事呢 那 中國政府一定不會起樓 一起樓就被人跑了 說你收回的地方起樓還是賣 那我告你了嘛 於是那個大意見 就被人這個九龍城寨 九龍城寨公園 那當時 你要收樓 誰要賠錢呢 好東西啊 英國說英國說 英國說不得賠錢 為什麼要賠錢呢 因為他一路很多 其實就是他的嘛 現在你刷了 我就是賠錢 就是我們說的 有什麼變成呢 什麼叫做 劇精神 所以在那個時候 城寨本上是最好的 最好因為當時賠 就是當時賠 你四百平方尺 可以買一單 土地區四百平方尺的新樓 比蔡龍城寨還好 比蔡龍城寨還好 為什麼 這個 因為在香港的歷史上就是這個 當然我們對他 因為當時那個歷史比他 因為他是一個徒官 他一定要奉奉 就是簽名 但是這個人 這個就是我們這樣說是一個神童 他也是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有視於轉型的 造反經緣的人物 跟他英明是那些不一樣的 可真不可能做到五十年經官 沒有錯 因為平平安 應該是平平安 如果你要吃轉型 不懂得做 又不懂得順利 第二次 幸好現在 城寨產學 也不可以 那些人物 這個是有些會不同 但是 這個是歷史 人對的人物 這個是一個很微動 我們就不可以這樣 去對於某人一些事情 否定 這個人物是不公道 所以 所以看來 我們在之前 三四年 現在二三代 就是這樣對於香港很大 這個海外庭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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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 香港的影響很大 但是一直我們都不知道這件事 直至有這個電話 我們才知道 另外 廣州現在 對我們香港的歷史 是這麼重要 對吧 那 我認為我們都比 我認為另外一個重要的 在中國近代史裡面重要的位置 就是那些選資建 經資大學堂 那些不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只是他當時的責任又要做 但是他呢 其實這個百日為新的失敗 許應葵 就是很不幸地 他是其中一個 因為 因為他而令到百日為新失敗 原因是為什麼呢 就是當時 第一就是他本身 許應葵 就跟衛生派的領袖人物 康有為 就不對 大家都是廣東人 但是大家有來使行 不對 原因呢 就是在這個 這個 嗯 康有為 林啟超 當時那個公車上書之後 就 康有為 就 就 一直 因為他當時 他是一個綠品的官 就是 沒有辦法 可以直接跟到光水皇帝 有接觸 或者甚至他要寫的一些建議 都不可能去遞到他給光水皇帝 他必須要經過一些 就是 朝廷的大元 才能夠去到光水皇帝的手上 當時他的想法 就覺得 當時在北京 廣東人做得最大的官 就是 許應葵 當時許應葵禮奉上書 他想著 大家同聲同氣 大家都是 自己人 去拜訪他 希望能夠透過他 去遞他的建議給光水皇帝 那 許應葵 明知這個人是麻朋友 長毛 當然不肯見他 他三次找他 他三次都不見他 他當時都是這樣 後輩 給拜碟 三次都不見他 他摸了三次門釘 都不見他 不見他以外 就是當時 康有為很流行 和其他的所謂 舉人 舉子 通常 在一個南海會館 廣東會館 這些地方 他就講他的政見 大家和他分享 就是 經常都有做這些事情 從許應葵的角度 他作為一個廣東大佬 北京的大佬 就是 你這傢伙經常在我們廣東人的會館裡面 講完這些 從他們的角度來講 妖言惑眾的言論 火滾起上來 就找個家丁 走到南海會館 即場 就喝釋康有為 要他 閉嘴 不可以再在這裏 講這些妖言惑眾的言論 因為這個原因 兩個人 就結了這個 這樣的怨 結了這個怨之後 一直到後來 康有為得到江水皇帝的接見 亦都受到江水皇帝的重視 當時江水皇帝也開始提出 容許其他的官員都可以 任何人都可以向他寫寫建議的一件事 因爲這樣的原因 康有為還不是時候要整鬼 許應葵 他就自己起草 自己起草了一個奏 就說許應葵於父守舊 阻撓朝政的一個奏捷 就參與許應葵一把 就不是他自己出 就找他們禮部裏面 兩個下面的唐官 兩個不是唐官 兩個禮部的官員 就上了一道給這裡 參與許應葵的奏捷 那許應葵 江水皇也看到大陸 大陸下就要求許應葵 就明白回咒 這個明白回咒 就要求他 你自己解釋 人家說你是這樣 你自己來解釋 許應葵就要明白回咒 要解釋 這個明白回咒 就是後來 在近代歷史學家 很多都研究 帶來維新 以及當時方水皇帝 和後黨 和帝黨之間的問題 都作為一個主要的研究 他在明白回咒裡面 寫了這些東西出來 通常我跟他說的 空有朋友 臭小子 又找我 又想巴結我 又想什麼什麼 我又不理他 然後他又在那裡 在南海會 他什麼 我派人去 因此之故 他又對我人在心 現在利用人家 這些這些 這個明白回咒 出了之後 光水皇又不敢動他 始終都是 他是 慈禧的寵臣 五帝黨 是 慈禧的 是 所以就不敢動他 這件事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之後 不久 當時 就是 雲林新派另外一個 北方佬 好像是山東佬 一個叫做 黃照的人 是他們禮部的一個官員 就上了一個建議給光水皇帝 就是建議 叫慈禧和光水出國考察 學英國的皇室 到外國考察 這個建議就是 他禮部有一個過程 他又要向上面那個唐官 再去到禮部尚書 禮部尚書再遞給皇帝 去到許應平那裡 就覺得就是搞錯 簡直是大逆不道 叫皇帝叫我們老佛爺 出國去遊歷 有什麼搞錯 就不肯幫他遞 在不肯幫他遞的情況下 這個黃照的山東佬 就是那些很脾氣很暴躁 連他老婆可殺了 因為他老婆不知怎樣 他手孝的時候 不知怎樣 我老婆連他老婆可殺了 那些人 就寫了一個參案 一個咒接就是參許應平 不只是許應平 弄個禮部 說禮部的人 就阻撓他去遞這些建議 那一次就激怒了江上皇帝 江上皇帝 就一次過把禮部六個唐官 就是當時 就是所謂六個唐官 就是因為你有漢族的 有滿族的官員 就全部被炒了 就是漢族的禮部尚書 和滿族的禮部尚書 和左侍郎有侍郎 全部六個唐官 全部被炒了 炒了之後 這件事 第一 就其他人看到 都害怕 你這些維新派 可以是這樣的 你和江上皇帝 可以這麼不近人情 這幫人都幫了你朝廷這麼多年 因為這樣的事情 你會全部被炒了 是受你這些維新派 這幫人的疏擺 那大家就已經更加會 靠近慈禧太后那邊 而許應廷的這幫人 就更加 個個去慈禧太后那裏 當然是打小報告 投訴 慈禧太后覺得 就不對勁 光水和空友來這幫人 都是亂搞的 就開始打緊了那個控制 這個時候 光水王就和那個 鄧志彤 空友來一幫聯絡 聯絡袁世凱 希望是 新軍 袁世凱能夠包圍兒和院 之後就成為後來六軍子 就密宿維新 也因此之故失敗 那個原因也是 許應廷在這個密宿維新的失敗裏面 他擔當了一個 即是很不幸地 他在裏面擔當一個角色 其他他那些 古浪漁 補屋 補箱補 那些就不是 很有趣 譬如說我們現在 那裏說回了 康尤為六軍小姐 是當時維新派的 只要人民 但到後來 實際上是保守法 的一個代表 即是斷頭 但他因為 其實一直說 他是反對維新 反對維架 但是我們去到一個福建的馬尾 參加一個旋征國 旋律局 旋律局就是當時 因為中國發覺 因為被人 被我抹斷 以此 本來我也有個維新 都要學國 改革 有個揚武運動 旋律局就說 對外國學習一些 先進技術 自己造船 自己造船 自己監裏自己的 造飛機 造船 監裏自己的實力 他認為做過幾任的管理神 所以歷史都不異 許認爲我們被弈特命的維武軍 但是那天他是一個改革派的領導者 梁景昭為了維新派 但最後裏面的保護黨 歷史就是這麼QK 什麼 許認爲維新變化失敗之後 那時候 他已經被光雪罷官了 因此之故 他當時回到廣州 他回到廣州不久 慈禧太后再裝政之後 再重新造用他 造用他 造用他 委任他為敏捷總督 敏捷總督後來 蘇斯高酬所說 後來他做敏捷總督 這個福州將軍 兼這個璇政大臣 那這裏 我們在資料搜集的過程裏面 又是找到一個挺有趣的東西 這次的展覽裏面 是沒有拿出來的 沒有拿出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想找這些材料 想造船真品的時候 剛好這些材料在台灣的故宮博物館 當時剛好在故宮博物館 有些東西遺失了 遺失了 有些人拿出來做些 做些仿真品 那樣東西 因為這樣的原因 就是當時整個館 就是什麼人申請 做事都做不到 所以我們當時沒有做到 這個就是許應葵 他在做敏捷總督的時候 也都晚年到最後 他也打摔了一大膠 雖然剛才蘇老師說 他是一個不倒翁 所謂他有一個稱號叫官場不倒翁 兼且還有就是他八面玲珑 要不然都不可能五十年 一直報告高升 但到最後在他敏捷總督任內 就是1903年他申請了一大膠 申請了一大膠 申請了一大膠 是怎樣呢 就是當時 我現在要知道 可能有一個副片 就是給當時的律師 李卓華 參了他 一參就是說他 就是匿跡的 又說他貪污 又說他什麼 一大堆東西 就說他 說到他很差的 那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剛才也說過 就是這個清朝政府 雖然是這麼腐敗 他仍然的體制 是在那裏 他的制度是在那裏 這件事驚動到這個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 當時就委任了誰 就是委任了兩綱總督 哪個 我兩綱總督 張之棟 就去查明 整件事 到底是怎樣 終於查明了之後 到1903年底 就查到 整件事不是李卓華所說的 他李卓華就是受 很多人打毒針 所謂的 他得罪了 許應平得罪了 人打毒針 在李卓華面前 就說了很多 不是事實的事情 所謂的人格謀殺 對許應平作人格謀殺 但是 雖然許應平自己沒有貪污 也那些事情他是沒有份做的 他們是對他人格謀殺 但是許應平有一件事做得不好 就是他下面的幾個人 包括孫道人 包括他的門丁 包括他的家丁 他的帳房 幾個人有貪污的事情發生 而他是沒有作為他們的主管人 他是沒有做好他的管理的角色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這種情況是可以解職抄家的 但是有些學者就說 當時始終慈禧太后 他是慈禧太后 他是慈禧太后的重臣 而且是刺的子禁成騎馬 而且是他的契仔 他是慈禧太后的契仔 因此之故慈禧太后 都沒有下毒手 要抄他家戒職 就說你不要做啊 大哥你管理不善 不要做啊 就退休啦 退休算了 他因此之故 1903年年底的時候 就退休 退休之後呢 就回到廣州 回到廣州呢 他就 他就沒有再去地了 他就自己在廣州對岸河南 就自己買了一塊地 之前已經買了一塊地 就建了一個叫後樂園的地方 就在那裡安享萬年 一直到1905年就去世了 去世之後呢 他的後人呢 就是剛才我講過了 就是這個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他的後人呢 當時最厲害的就是這位老太太了 這個呢就是許應廢的大兒子的太太 那這位許夫人呢 當時就很有軟見 就見到呢 就是在清朝都不行了 因為當時 1905年的時候 清朝已經 就是已經 就是應該 就是強腦之末 都是要 要什麼的了 那他呢 就建議呢 就要將全家搬了下來香港 當時他的丈夫呢 許炳章呢 就沒有什麼興趣 他喜歡任私作對 就沒有什麼興趣 他呢 這個老太太呢 他就有這樣的看法 就搬下來 而且搬下來 剛才說過 就不是太空人式的搬下來 完全 連根拔起所有東西 都搬下來香港 他搬下來香港之後呢 當時呢 他是用了一對 慈禧太后 送給 送給這個 這個 許應廢的太太的 一對 珍珠耳環 叫夜明珠 就是很大 很大顆 就是晚上你看到會發光的 就拿了一對 夜明珠 就是 給了這個 許應廢的太太 傳了給他媳婦 下來了之後 他用了一對夜明珠耳環 就換了 關仔的日階和月階 這條街 就給人收租 然後呢 也都開始 再買其他地 一樣東西 然後再在羅邊神道 應該是26號還是29號 29號 29號他們那裡買了一個大宅 有萬多隻的大宅 就在那裡 一路開始 就在那裡居住 那他的丈夫呢 就仍然繼續任私作對 就當時呢 就成立了 那個叫做雲林精舍 就在他的 羅面神道 29號裡面呢 就當時呢 滿清遺老 賴濟稀 所有這些人呢 就全部來到 都是基本上 許秉樽呢 就是財政上的支持 那他整天就在那裡 任私作對 那後來是許秉樽呢 還在全國的 全國的這個 作師比賽 拿到第一名的 那這個就是 許永平的 整個家族的發展 就是這樣 就好像是 去官之後呢 就退休啦 退休之後 跟著那個紀錄 就過世了 就他的大宅度 就開始 他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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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很多人 看到的震撼 像是潛伏 很少有問題 所以說很少有問題 都他都看到了 那他對他 我們到現在 其實就是這樣 然後就這樣 他們 他們 他們因為 隨著這個 政政 隨著 他們持有 廣州 去香港 馬 所以我們 今天上去 我們經營 做了一個 他們 真實去看過 他又 我們都覺得 又很開心 又有些 流行 那怎麼開心 怎麼想 都沒有成績 那 我們現在有些 他就想不想 你應該會 說